你看到这里已经装好了 然后它这边是没有缝隙的 这里也没有缝隙的 现在我关门 它不可能没有自己出来 原因是 因为可能是 有这里三个scraper 可能我们两只都是用这只长的 在这正常来讲我们的 如果我们把门啊 如果没有这样厚的话 我们都是用短的 我们都是用这只来用 用这只来 都是用这种短的才放进去 可以看到等下我开 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已经卡着了 明明是 刚才我用的是长的 正常来讲我们是用短的 这三只嘛 我们那个scraper 里面都有这三只 但是我们刚刚应该是用到这长的 两只都是这个 所以它这个对面 就会两张卡着这样 这两张卡着这样 所以我们正常也是用短的 你看我弄松了过后 它又跳回来了 OK 现在 这是刚刚这两只 你可以看到它对比 我两只都是用短的啦 我两只都是用短的啦 现在我两只都是用这个短短的 这是短的 两只都是用短的啦 两只都是用短的 很高的 一堂 这一九只能打开 等一会儿 是一台 就不能输了 只能打开 是一会儿 要我鎖定他 下手机哦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没有封气的啊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是这个隧霸要转这边是对的 然后插完一样 说准备了 这一样 今天是一样的买好的 这个是短的Squade Bar,直接在这边了 然后鎖一下 然后下面也是一样 左肩拉 要左肩拉吗 要左肩拉 然后现在我更改变 它不会出来了 正常调动 如果你的门没有这样厚的话 竟然用短的 用这只短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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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